再来看到今天三大报的头条 也都是马熙会的后续报道 现在国际各界开始对马熙会各有解读 曾任国防部副部长和陆委会副主委的林中斌认为 马熙会举行的最大关键 还是因为中国在南海的议题上 需要我方南海主权的相关法律文件的协助 也寻求我方法律外的支持 而美国对于马熙会的反应 会不会影响到了台美合作或者是军购案 这将会是未来观察的焦点 马熙会创下两岸领导人66年来首次会面的历史 我曾经担任国防部副部长与陆委会副主委的学者林中斌认为 虽然这场会面和习近平想针对我国总统大选后的情势 先布局有关 但最大关键还是因为南海议题 南海的问题 法律文件在台湾 他需要我们在法律上支持他 同时最好在法律之外也跟他合作 第二呢就蔡防美跟防日 加强了美日的关系 同时大家房间在流传了 就是美国希望蔡当总统以后把九段线放弃 这个对于习的影响太大了 美国与中国正因为南海议题关系紧张 林中斌认为美国对马席会的后续反应将是观察重点 那美国至少这次表面上公开说是乐见 其实心里是蛮忧虑的 我可以判定一定是这样 那将来美国要卖给我们的武器 好比巡航舰的Paris 它是不是一定来 我现在打一个万号 因为如果这样发展下去 将来美国给我们的船 都是解放军营海军的船 那美国有没有准备好 所以这个我们要密切观察 林中斌认为虽然目前马席会的具体成果还看不出来 不过这场会面未来的影响恐怕不止在两岸之间 还会牵动亚太地区的政治平衡 记者张雄 张子佳台北报道 台湾 谢谢大家